我們回到第二節的每週講股 繼續有黃國英、Alex 跟我們分析滬港通及內地股市的走勢 瑞銀最新出2015年的A股策略報告 說看好上證綜合指數可以升到2900點水平 互深300指數明年亦可以升到兩成 升到3000點附近 當中有三大因素支持 包括海外資金流入A股 內地居民會開始將資產由房地產等轉到股票市場 未來中國經濟會更傾向消費及服務業 估值水平上升 Alex 先說說資金流入的因素 你對互廣通引渡外資流入A股這個因素樂不樂觀 要到何時才會見到效果 我想因為這個額度其實開頭不算是很大的 你也是在說幾千億 但我覺得是會有些幫助的 因為其實我們見到中資股方面 其實你可以說在美國和香港都有很多 但是一個美國就比較集中在新經濟 而香港你可以說是大型的股份 變成了我們一些中型的東西 還有可能舊經濟的大股 你在中國裏面其實是有吸引力在這些地方的 中型的新經濟股份 還有你說的是大型的舊經濟股份 因為他們比我們那邊便宜 所以都會有些資金去考慮這個方面 因為其實就是三個市場可以互相補足的 如果你投資中國的話 我覺得海外資金是會逐漸選擇性去選擇這些股份 當然A股一向都存在一些問題 我想你依然都會有的 中國宏觀經濟是差的 所以宏觀反快的股值應該不高 而很多企業管治也擔心 也會有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因為已經太久了 照發了所以應該會好一點 上癮的報告亦都提出 內地人有機會將資產由樓轉股 A股股值會因為經濟轉型亦上升 那你怎樣看A股明年的表現 上升升到2900點的難度大嗎 其實2900點就不是說很多 因為以前就 例如你講09年那次 是差不多在6個月內升一倍 那你一個快牛來的 2900其實我們已經預計 它是很跌檔很難升 很辛苦才升到2900點 那我覺得OK的 因為你講那些雖然我們看淡宏觀經濟 那些就是銀行地產那些是差事 但是你只要升10%多 其實就不是說很難 所以我覺得2900其實你可以說 其實聽起來好像很多 但實際上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預計 都算是 那我覺得應該OK的 但是你說轉股 就是扭轉股那樣東西 我就覺得反而講股通 其實是有一個賣點在這一方面 因為你對於扭轉股這個 我想你除非一件事就去炒得很熱 就是那個市場忽然之間 你有一個很厲害的市況 令到那些人過去投機 但是就算是的話 我覺得你說扭轉股這件事 是將它長線持有 我就不相信的 我反而覺得如果你說炒扭轉股這個概念 它對港股來說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們覺得國內那些股票是不能持有的 就是用來拼拼一下 炒一轉短的就OK 但是你持有長的話你會死定的 這個應該根深蒂固 但是對於香港來說 你會看到最近我們一些很穩陣的股票 其實有些人應該是在扭轉這個想法 譬如你說兩電一煤 甚至你HKT那些 其實在互講通之後 如果你說炒扭轉股概念 那些人對於放一些錢下來香港 這些穩陣 而有四五離息的東西 他們我覺得反而是會轉到這一種東西 因為他們對於轉去內銀 轉去內房 或者轉去內險 我不覺得他們會覺得很穩陣 但是我覺得他們覺得 來香港那些公用事業 他們會比較有信心 所以我覺得你去看回樓轉股這個 我覺得就是一個高股了的概念 因為這麼多年都不轉股 就算你現在真的轉的話 都是炒短的 我覺得 Alexa 你對A股有沒有興趣 哪一類的股份你會留意多些 我想你第一件事就是 AH相對來說是那邊便宜一點的東西 可能是香港比較貴的保險股 或者你說的是公用股 例如電力股那些我們就可能會想一下 但現在那個折讓已經去到百分之十以下 剛才我說的 我也覺得他們會收窄 但是那個差價可能收窄到百分之四五左右 如果他不再向上的話 其實你是在接近一個 差價收縮的幅度 其實不是說真的很大 還有你可能一開就已經很快 就沒有了這個差價 第一就是那個折讓股 第二我們要有興趣的東西就是一些香港比較少的 就是跟民生消費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最主要應該是旅遊股 因為香港來說就是旅遊相關行業 例如你說國旅或者是上海機場那些 因為香港選擇你只有機場股 首都機場、美蘭機場 或者你是中國民航信息 再加幾隻航空股 再加上中國旅行社 這些已經是我們的選擇 但是整體來說 大家對於這幾個行 這一堆公司來說除了中國民航信息有信心之外 其實其他的都是很周期性的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對於國旅這一堆的A股 可能是有些興趣我們自己會看 因為香港方面是沒有什麼這種想法 然後中國現在你出外旅行的人 其實是一年是幾千萬 可能就快會過億 變成了這個概念我覺得還可以 下個星期除了胡廣通會正式開通之外 美國亦會公佈10月份的工業生產 CPI、PPI 星期四凌晨亦會有聯儲局的議息會議紀錄 內地下個星期亦會公佈 匯豐中國PMI11月的初值 以及樓市相關的數據 大家要留意了 今天很感謝Alex的分析 每週港股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不來 西宮 中一個中一個 欣賞 西宮